我们打算今天出发的 然后出发之前要先去采购一点物资 我导航了一个超市 现在准备过去了 今天要买一些米油 还有面包 一些吃的东西 而且用的东西 好多樱花 白白的 我发现重庆这边的都喜欢叫面装 这有个一加二面装 我们那边都是叫什么面 什么面 什么牛肉面 挑一个洗洁精 都那么大瓶 小瓶的在下面 不要钱 五块 再找 拿一个湿纸巾 好嘞 买了一包湿纸巾 好多都是瓶口的 点断式的 我想买那种背心式的 能够直接绑起来 用就丢的那种 它这个不好绑 点断式的不好绑 背心式的 这个是背心式的 我买了有一袋的鸡蛋 还有这个蒜苗 还有荷兰豆 生菜 还有鸡腿菇 然后还有荞麦的馒头 再买一些面包回去 做这个备用的粮食 拿了一个自家肉火锅 哎呀 这个鸡蛋小心点 别弄了 哎呀 这个巧克力 一个袋子不知道够不够 应该够装吧 够了啊 一共是140多 资负宝 好嘞 谢谢 哇塞 补给物资 补给了一大袋 重死了 还好上楼有一个电梯 不然我要提上楼 天呐 现在回去了 这里离我们停车的位置 有一公里 我是走路过来的 哎呀 提这个东西提一公里 还是会很累吧 好重啊 主要是买了几瓶水 买了几瓶可乐 然后给半斤买的馒头 让他吃吃馒头 我觉得半斤很喜欢吃馒头 之前买的馒头都吃完了 现在回去了 这里还有包子 买点包子回去吃 看看有什么包子 对两个鸡蛋 这里有可以微信 一换 好的 小姑姑 小姑姑 你好 乖 那支付了 来来谢谢 这个好多东西 怎么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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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割掉了 狗狗一定想吃包子了 闻到肉香味了 走了 回去了 回去了 这个小狗狗 小狗狗跟着我走了 他是不是以为我这里有吃的呀 他闻到我刚刚买的那个肉包子 想跟着我走了 他拜拜 你回去吧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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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别跟着来 走了 走了 哇 好大片的樱花 漂亮 提的好重 快到了 休息一下 把我的手 都提的红了 太重了 坚持多一下 马上到了 终于回来了 哇靠 哇靠 终于回来了 累瘦了 四半斤 累瘦了 你又有馒头吃了 跟你说又有馒头吃了 真好 来 握手 叫你握手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 一起去看这个事情